加入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支持良心传媒观看独家视频 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来加入星电视YouTube慧然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今天我从中国的深圳去了广州出差 原本就以为一切顺利 但是晚上入住酒店的时候 酒店就说因为我是来自深圳 而那个地方的社区要求来自深圳的人 都必须要隔离三天 不可以入住酒店 这一点令我颇为诧异 因为我感觉深圳的疫情 都不算是非常严重 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广州在防疫的政策上也不会过分紧张 我去过广州几次都没有遇到特别的麻烦 所以今次我入住酒店之前 都没有特别打电话去查问 想不到就出了这个问题 幸好的是我花了一段时间之后 都在附近不是很远的地方 找到另一个酒店可以让我入住 这方面可以看到 事实上广州不同地方的防疫政策 都不尽相同 这是会令到有人少少无所适从的感觉 对于我这些需要去其他城市工作或者旅游的人来说 不确定性也确实是太高 难怪中国出行的人一直都提升不上去 今年国庆节出游的人数再次创下了新低 当人的流动性不能提升的时候 经济的复苏都会比较困难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行情的阻滞 令到准备节目的时间就减少了 今天的节目我会做得简短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今集希望是想承接梁总在过去段时间里面 讲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殖民主义 梁总对于殖民主义的论述我非常之认同 在这次节目里面我想补充一点 我对于殖民主义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一些自己的看法 几个星期之前 英女王逝世 香港很多人都表现得非常激动和悲痛 包括香港的著名演员罗家英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英女王公开的一个怀念 引起了内地网民的关注 后来他就道歉 这也是一个小插曲 不过这件事就令很多人提起香港戀籍这个问题 即是香港崇扬美爱 或者对于香港怀冕殖民地的种种心态的批评 对于香港人所谓怀冕殖民地时代的这种心态 事实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满清割釀香港之前 香港是属于广东省广州府新安苑的南部 英国的外务大臣彭马斯顿昏爵认为 英国的僑民缴出了鸦片后 无疑被逼缴纳一个赎命金 因此要求大清和英国定立贸易条约 用平等的地位通商 这位英国的外务大臣又认为 中国或者也可以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 令英国的僑民能够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安居落叶 为了争取上述的要求 英国就派遣远征军在1840年去到大清 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去到1841年的1月20日 双方签定了村庇草药 清政府割让香港给英国 英国的海军在1841年的1月26日 在水坑口登陆升旗 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 在成为英国属土之前 香港亦有少数的原居民 他们可能是从事耕种或打雨的工作 成为了英国属土之后 香港早期的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英国将鸦片走私进南中国的一个中转地方 第一批从内地移民去香港的中国人 就是从事在码头上搬运鸦片的苦力 或者叫做故利 香港从1840年代 去到回归的1997年的100多年里 都经历过很多转型 一开始可能做的是鸦片偷运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 但后来也成为了自由港 工业的制造基地 和国际金融中心 在香港150年的殖民历史里面 中国事实上是有好几次收回香港的机会 其中一次可能比较多人说的就是1949年的时候 事实上解放军已经是去到罗湖的边上 随时可以南下解放香港 但当时中共中央就是一个叫做 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 希望继续保留香港在英国的管治之下 资本主义的制度 令香港可以成为中西在这个讯息 和资金资本交流的一个窗口 前面概括了这些香港历史的情况 主要是想带出以下几点 第一,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 它殖民地的性质是比较特别的 在历史上,大部分殖民地被殖民的原因 都是因为宗主国希望榨取这个土地上的资源 无论是矿材或种植的农作物、农业或劳动力 而英国之所以选择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 它着眼点不是在香港本身 而是希望透过香港榨取整个中国大陆的利益 所以当我们思考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需要思考英国作为一个所谓中主国 和香港作为所谓殖民地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事实上是需要思考英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占领香港一开始的用意中 中国大陆才是它榨取利益的最终目标对象 而香港是一个工具和手段意义 而在这个英国榨取中国利益的过程中 参与的香港人无论是主观有意或客观上无意也好 事实上都可能是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 而帮凶的意思即是面对着英国 香港可能是一个被殖民的角色 但香港与中国的内地之间 香港可能是一个殖民者的帮凶 这个分析对于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早期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描写 到了80年代的时候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了 中国和英国之间开始讨论香港的回归 当时的论述是香港的资本主义是好的 所以是不需要担心在回归中国之后会被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中国的高层还有提出需要多学习香港 甚至要在中国的内地多制造几个香港这种论调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从来我们都未有清晰的答案 就是从1840年代香港作为走私鸦片去到中国内地的桥头堡 去到回归前香港所谓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间 香港究竟是在几年几月几日 即是哪个时刻 摆脱了成为英国殖民主义 诈取中国利益的帮凶 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 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外界利益的 所谓超级联系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逻辑上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可以指出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某个标志性事件之后 香港事实上已经摆脱了过去为英国服务的角色 就是转移为中国服务了 而这个问题的第二个解答思路就是说 事实上香港从来都是既为英国或西方服务 亦都是为中国服务 而中国的领导人在1949年 即是香港都仍然经济不是非常发达的时候 已经认清了香港有这个重要的功能 如果我认为我们在这两个答题的思路里面后者是比较正确的话 那我们可以批评香港人戀籍 即是眷戀籍民地 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 这是中央对香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之下发生的必然结果 如果在1949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不是采取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 一早就收回了香港 那么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和今天未必一样 甚至发展的速度也未必会有今天那么迅速 但如果1949年就解放香港统一全国的话 香港人来到2022年的今天 也不会有所谓的暖籍情绪或身份应徒的问题 输一切的政策选择都是有利有弊 我们不能又要马而好又要马而不吃草 今集的时事观察到这里 我是国海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星期再见